新闻一开始要告诉您的是 由于疫情没有出现减缓趋势 国家安全理事会今天一决 槟城 雪兰儿 马六甲等六个州署 和三个联邦直辖区的行动管制令2.0 将延长到下个月4号 以便和其他州署的行管令同步结束 政府同意行管区餐馆和14的营业时间 从明天开始延长到晚上10点 至于民众履劝不听 经常违反标准作业程序 政府准备修法 提高1000令吉的罚款 对付违法民众 尤其是商家 国防部高级部长南都司理 伊斯麦沙比里下午召开例行记者会宣布 由于确诊病例持续攀升 政府决定沙巴 雪兰儿 槟城 周佛 马六甲 吉兰丹 吉隆坡 纳敏和布城的行动管制令 延长到下个月4号 换句话说 除了沙拉月之外 全国各地将继续封锁到下个月 另外政府听取业者和民众的诉求后 同意让行管区的十四和餐馆 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十点 不过只能外带不准堂食 警方昨天逮捕577人 当中545人重罚单 32人延长扣留 多数都是没有佩戴口罩和维持安全肢体距离 伊斯麦沙比里坦言 许多人之所以不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是因为现阶段的1000令吉罚款 对他们而言实在是太低了 因此政府已经要求总检察署 研究修改法令提高罚款金额 并且对违规公司的罚款 从原本的1000令吉 增加到最高10万令吉 尽管传出印考生返校后确诊的消息 但伊斯麦沙比里强调 只有出现症状的印考生 在回到宿舍前才需要进行新冠肺炎病毒检测 政府目前不会强制所有学生接受检测 因为一旦这么做 无疑将加重家长的经济负担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他继续